塔尖暖男遇上顧客以下这类疑问都不下一百次了 咦 何时可以重问呀 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 如果就同一条问题很快再去占卜 即是犯了占卜界的一个禁忌 首先怎样为之不同的一条问题 例如你昨天去问 未来老板会不会交你薪 今天又去问你好不好辞职 又或者你昨天问跟A君的关系 然后今天有新宽 问跟B君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case的时候 就当然不属于同一条问题 就算你怎样问都不构成影响 好了 但如果你真的就同一条问题 例如你之前问过C君喜不喜欢你 现在你又想再看了 就我塔尖暖男个人而言 我就会建议起码过了一个月才再问 因为当一个人的人生路行行下 都一个月 问卜者的确有可能会察觉到 这些事情是在起一个微妙的变化 而自己也有一个很热切的心情 想更加清楚深入地去查探这一刻人生地图的面貌 去用放大镜去放大这个现状 如果这样去重问的话 我觉得是完全reasonable 是完全acceptable的 OK 另外 虽然来得占卜算命 即是你相信很多东西都是先天整定了 但记住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数学学家 是否定我们人类同时拥有自由意志 是会否定命运在你手的 与此同时我建议大家都去看我另一条片 就是关于占卜算命 如果你拿到一个坏结果的时候 你得到一些不太好的消息的时候 你应该用什么心情去应对 好了 我先言归正转 即是说 如果你真的信心坚定 你去运用你的自由意志 你有勇气去挑战去打破宿命 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 如果你肯自我改善的话 即是说 咦 未来很多先天整定的东西 已经会出现变数了 这个时候 其实你不单止可以重问 我亦都鼓励你去重问 去看看人生的新一页 新一章会是什么样子 最后 怎样都好 其实问卜者的心态才是最重要 正如你去求签 如果你问来问去都是同一条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下签又不要 中签又飞走去 是 都要求到上签先占 那你觉得 云大仙肯不肯过你呢 其实找我一样 听到不喜欢的东西又再抽过 或者甚至去找第二个塔罗占卜师 你这样做就犯了 所以 其实是这种 仪欺 不严肃看待占卜算命的态度 才是叫做反感 which explains 为什么我塔尖乱男本人 从来我是不会跟人说 我玩塔罗牌的 我只是会说我开牌 我抽牌 我算塔罗牌 因为 麻烦记住 命运不是给你去玩的 你都不会说你去黄大仙那里玩球签 所以当我这么认真 看待各下的命运的时候 我都希望你每一次问一条问题 都是抱着一个非常之认真的态度 在我的宝石里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